這樣的一個打線的一個配合 尤其是第五棒陳偉智 也打得非常的精彩 所以兩個左打者 四個右打者都有串聯的情況下 一到六棒串聯的不錯 所以得分的效果很好 那至於合作金庫的話 就是這場比賽我們要觀察的 就是他的打擊能不能夠發揮出來 畢竟兩個球隊的一個形態都很接近 包括投手的防禦率差不多1.5左右 然後1.1左右 那打擊率的話在2層7.5跟2層6.8之間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所以守備變成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前一場比賽是兩隊都各有一次的失誤 但也沒有造成說比較嚴重的一個失分的一個情形 那值得觀察就是 守備能不能夠幫助球隊贏球 來看一下這一個 哇 太準了 標準的自打球 這個完全怪不了別人 真的是自欺打自欺 這時候也只能給他拍拍秀秀一下 讓蔡智宇稍微來喘口氣 所以啊 為什麼要拍啊 要去撞到的 撞進去 這些前輩都 都有經驗了 多多少少都有經驗 沒錯沒錯 大家都是男子漢 所以這時候大家都感同身受 只要是打過球都難免會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比賽繼續的進行 再至於在第一站也表現得相當的出色 通常的散步 一旦 谢谢观看